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天我想分享新加坡旅行的手信 很多時候大家去新加坡旅行都會為手信而投行 因為新加坡旅行有些人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買 今次我去新加坡旅行都買了一大堆手信 很容易可以在超級市場解決大家要買手信的煩惱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新加坡旅行有什麼好買的 記住看下去,還有最重要是還沒訂的快點按個訂閱 喜歡這條影片也可以按個讚支持一下 不過開始之前一定要介紹一下今次我住這間酒店的Hotel Aura 都是在這個Resort World Mentosa裡面 很近幾個主體樂圈,所以是很方便的 而這間酒店為何我訂的原因呢 就是我貪它夠新 因為是幾年前剛剛開的 其實在這區來說算是很新的一間酒店 還有它有一把風扇 如果大家不喜歡整天在這個冷氣房裡面 你可以打開一個露台窗 然後開一把風扇 感受一下東南亞風情 很新式的裝修 就是你進來都是很簡約很舒服 現在其實新式的酒店都是這樣的 盡量和大自然貼近一些 好像一些泰國、一些東南亞酒店 都是用這個色系的 還有一個超巨型的電視 浴室裡面其實它有兩個洗手盆 不過它就沒有浴缸 這班它有很多的飲品 果汁、一些有氣水 全部都是commentary 即是已經是包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我出片比較密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 在旅行的途中真的要開機做一下 剪一下片 有張書桌是真的很方便 還有包括一張這麼大的圓形梳化 就可以拍下開箱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次訂這間酒店就會貴一些 就是2500元 是包早餐的 還有是包稅 因為新加坡的稅都挺貴的 所以其實2500元就是 即是總共包早餐、包稅 如果你說不要早餐 當然便宜了幾百元就到了 價錢都會浮動 大家自己可以去各大平台 檢查一下價錢 不得不提就是它的早餐 我自己覺得是相當之不錯 很高質 還有我喜歡它有很多 Local的食物融入早餐裡面 譬如一個檳檬蛋糕 蝦湯麵 它還包了一個很香 都是酒店自己做的辣椒醬 我覺得OK的 即是它不是便宜 整體上我覺得是挺好的 我們說完這間酒店 就到我們的氣玉 就是這次買了什麼 等等我先喝點水 這次我最主要是想介紹 會是幾適合用 即是買手信 買給同事 親民戚友 都想要 或者收到都不會在這裡 說你不會買東西 大部分項目 在一間超市 其實都可以買到 這間超市就是 Vivo City的 Fair Price Extra 這間是很大間的超市 MRT的站是直達的 裡面也是超大 超多款式的東西 比較過 就算是平民的超市 價錢和我願意這間超市買的 竟然是差不多 第一樣我想說的 不是願意超市買的東西 新加坡來說 最有名的就是兩間 一間就是林志源 另外一間就是美真香 我這次回來買了林志源 我這次也挺誇張的 我這次買了四包 我們就買了豬肉乾和牛肉乾 豬肉乾買了三包 牛肉乾買了兩包 開一包 馬上跟大家試試 其實以斷克計算 買豬肉乾和牛肝都是這樣 13.6-200克 即是100克 大概是6.7元 新加坡100克 一包都是200克 所以裡面大概有四塊左右 一包是13.6元 即是82元港幣 一包的牛肉乾和豬肉乾 它的包裝也很漂亮 而且是抽了真空 所以其實是很薄的 不會說很多 不會說很瓦窄 一個袋 一個密實袋的拉鍊在這裡 那幾包我就送給朋友 當然就不要開了 不是說很焦的燒到 鬆化一點 肉乾和味道沒有那麼鹹 放進雪櫃也可以一個月都可以的 我反而買了這包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它是肉鬆 煮粥那些 煮白粥 有時候 我就會放一些肉鬆 我覺得味真香做這些是不錯的 而且我肯臨自然好像不見油 100克的賣 用一個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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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著 它有很多種味道 這個我買了是紫菜加芝麻 你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是很香口很野味的 我買了7.4 這個是紫菜香酥 它是100克 接下來的 item 全部都在超市 全部都搞定了這手信 每個人去新加坡都買這個 鹹蛋黃薯片回來 新的出品就是這隻 鹹蛋黃杯麵 看到它的圖是一顆顆顆顆 戴爛了的蛋黃融 接著就拌入杯麵裏面 這個價錢是2.68元 即是16元港幣 它都挺大 其實份量都好像挺OK的 現在其實在新加坡都有一些獨特的口味 鹹蛋黃 但是它是蟹的 蟹肉鹹蛋黃 說明是用一些真的蟹肉鹹蛋黃的薯片 哇 這些真是邪惡到爆 鹹蛋黃蟹肉紫菜薯片 香港就好像沒有了 大家來新加坡知道 田肆油一向都有幾間老字號的廠製 這隻就是廣場泰 專給點學海南雞 今早去重發 其實它都有黑豉油 很多時候出去吃東西 都會有這些比較濃厚的 老抽、雞豉油、黑豉油 就是這些 你見其實可能未必認到 你見它流動得很慢 白切雞、點一下 這些就是一流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呢? 因為它是膠瓶 方便攜帶和不會很重 先介紹一下這個 這是湯包 肉骨茶這些湯包都是很方便的 因為這些可以說是純懶人包 它說明你只需要買一些一字牌 連這個湯包放進去煮就可以了 你摸到裡面是有料的 有些蒜頭 你摸到是一粒粒 就是胡椒味的肉骨茶 胡椒的香味就很突出 還有這個百姓廚 我都見它是出很多這些湯包、醃料、咖喱 它都出很多 每一包5.9 大概是36港幣一包 打媽買它是有個優惠價 掛著這個新加坡肉骨茶的味道 這些是手信和自用必備的 它裡面沒有湯 反而這隻是叫做肉骨茶湯料 這個玩法又會有少少不同 一個好像湯包一樣 你摸到裡面都是一些肉骨茶的精華 放進鍋裡煮 連蒜和排骨一邊煮就可以了 而這個就輕一點 而且它可以擺放的時間是長一點的 你加水沖出來 它份量可能會更加多 這隻2.07 即是2元 即是12元港幣 基本上你放這個湯包 加水下去滾一下 已經有那種味道 這隻雜餅 我知道香港好像也會有賣 湯圓本身也是新加坡的牌子 是一些懷舊的雜餅 它有1 2 3 4 5 6 7 8 8種不同的口味 有時候我剪製片 晚上肚子餓 都拿幾塊來充饑一下 這個餅都便宜 3.36 6.38 大概20元港幣 這包餅 Fair Pies 它是自己出的餅 這些crackers 用來夾起起司 然後送紅酒 這些也是很威脆的 1.64元港幣 10元港幣 Local 超市可以很容易選擇到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手信 或者這條影片 都可以幫到大家 解決到買手信的難題 即是在新加坡這條影片 好了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 以及分享我的影片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四眼書 字幕仔細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